大家好 我是小林 鎖定小鑫在家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话语消息 出事了 又出大事了 真出事了 广东出现疫情了 小伙伴们注意好了 尤其是广东的小伙伴 或者说广东周边的小伙伴 这个视频 我们首先非常简单 对广东这一波疫情 进行研判 究竟怎么操作 怎么办 现在比如我在广东 怎么办 现在怎么操作 也是做出一点的分析报道 尤其是现在 中国的疫情 是发生了 相当关键微妙的变化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所以我们也是 聊聊整体的情况 现在究竟是怎么看 怎么展望中国的 疫情 最新的一个 研判 然后带货中 中老板 人家赚大钱 现在中老板也是出来了 这个做出了 做出了也是 我觉得非常微妙的一个表态 所以这个也是 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究竟怎么看 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非常关键 中国疫情的一个关键变化 首先说说深圳的情况 深圳今天报导是两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 就今天早上八点多 日本八点多的话 中国 好像也是八点多 差不多 就是发布出来了 就是官方发布了 说两例感染 然后也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个安宜兰29岁 深圳市罗湖区 罗湖区人员非常稠密的一个区域 某公司工作人员居住在龙岗区 不及街道不及社区 一村东新岭八项 住在城中村 看看这个描述 基本上城中村 在龙岗居住 在罗湖上班 这个路途有个 有个一百几十公里吧 龙岗不知道龙岗哪个位置 罗湖哪个位置 所以这个路程 通勤的距离 都是堆满的人 每天的这个卫星城上下班 就像那个广州地铁三号线一样的 每天挤满的人 这条路线难搞 所以1月6号 在例行核酸检测 它有个例行核酸检测 石混一采样中阳线 然后初夕阳线 然后1月7号 经疾控中心复合阳线 马上就公告出来了 应该来讲效率还是比较快的 个案2 呂马上就筛检了她的 这个是个案1的妻子 她在龙岗区某公司工作 老婆就在龙岗区本地找了工作 老公就跑到罗湖区去上班 龙岗区也是上班 弟子一样 也是就密切接触者 要马上就筛查起来了 两个案例现在送到第三人民医院 这些不重要 提醒广大市民勤洗手戴口罩 这些如果你在广东里也要做 这个确实也要做 然后马上就发布了 这个广大市民群众 非必要不离生 不出省 确实要离生的 要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 而且它会卡你 这个都是冠冕堂皇的话 实际上它会卡住你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没什么必要 就不要出去了 不离省 不出省 不离生 然后过了一会儿 才过了一会儿 马上就是各种幺儿子出来了 马上首先观察的是什么呢 我想观察一下你在深圳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全员核酸检测的套路 没想到我一看 也是差不多 人几人的开始全员核酸检测 西安也是百分之五十一半以上的感染者 就是全员核酸检测人几人搞出来的 所以现在差不多的套路 你看到了甭管什么 我看到有的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人啊 反正上海很牛逼 深圳很牛逼 我告诉你牛逼 它天花板也在那 毕竟也是强烈的城市 在牛逼它牛逼不过香港 牛逼不过台湾 牛逼不过日本 牛逼不过美国 它牛逼也是有个限度的 只能说它资源丰富点 我觉得倒不是说它们 真好像一国两制一样的 是吧 其实没有 它可能资源丰富点 稍微可能人道主义灾难 就没像西安那么多 主要是体现的资源方面 倒不是因为它真有多 在马上就你看这个可原社区 就是全员核酸检测了 发布了 就是其实它是1月7号6点 你看它就是在深圳对外发布 这两个病例之前已经发布了 社区的全员核酸检测 就保持小区人员原地不动 马上不露一言 全员核酸检测 这个马上启动了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明白 中国的全员核酸检测 它具体是干什么 它会感染很多人 但它具体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操作一个答案是赚钱 另外一个它可能是掌握一下 大概的规模 因为它其实很粗糙这个东西 但是它有一个可能大概的数据 出来就是感染的规模 或者说比例有多大 它也有一点就是它 它在一个比较大的样本里面 它会掌握到一个大概的规模 如果规模比较明显的 像西安它肯定是检测到 这个检测出来的 10坪有8坪都是阳性的 那就全官家里面 那就足不出户 所以它是否从现在 你看现在深圳是什么呢 现在深圳是封城 所谓非必要不离 一叉叉叉叉 这种就是封城 就是这个地方封起来 你要给你个黄码 你哪里去不了 然后但是呢 它会做全员核酸检测 大概看一下你的情况 然后如果你那个社区 撤出来好像不是很厉害啊 可能平时带有戴口罩的习惯 如果周边那个居民 没有戴口罩习惯到处乱传 这个要看具体当地啊 像我据我所知 广州啊这种地方呢 一直民众戴口罩习惯还行 所以我估计西安当时是 那个那个地方的人 就就以为啥没事了啊 然后所以一传起来 它规模特别大 就现在就全员核酸检测 就看这个情况啊 这个规模又最近有多大 然后是否实施逐步出户 大概明后天 他就会做出这个决定 就看你这个社区 如果这个社区 哇这个一测出来啊 这个好像挺严重 他也有个大概嘛 对吧 那测一万份啊 测测两万份 他会有个大概的一个 一个印象出来 就实施多大规模的 足不出户 要再往外排查 这个其实是中国 现在大概是这么这么个做法 然后呢 他现在也是比较克制啊 暂时还比较克制 一个是机场 机场就需要 怎样怎样的一个管控 机场也管控 然后深圳机场的汽车站啊 全部暂停发班 然后地铁站也是马上管控起来了 地铁站是 呃 既日起深圳地铁二号线连堂口岸站啊 仙湖路站啊 连堂站 暂停运营服务 就是不停这个站啊 所以就做出一定程度的管控啊 现在是管控到这个程度 这毫无疑问的啊 广东的小伙伴们 你现在去囤粮啊 是最明智的啊 先囤了他压的再说啊 为什么呢 第一 他现在其实比较明确 但是他就羞羞答答的没敢说 就是这个病例 其实他是没有源头的 他也不知道源头在哪 如果他知道他会写出来 啊 他他现在写的是按常规检查 也就是他也不知道啥时候 感染的 深圳这么大可能 他也是被人感染的 对吧 所以不清楚源头在哪 可能也是别人在感染他的 他每天从从从龙岗到罗湖啊 一百几十公里 就像相当于是你北京 从从厌郊到北京上班 很长的一个距离 所以现在无源头来说 但是他这个人他是做常规检查的啊 如果他做常规检查的话 他可能是某些特殊的职业 像他如果专门从龙岗跑到罗湖去上班 是不是跟初约有关 或者说是跟是什么机场啊 或者说是这个不好说啊 反正他他需要定期检测的职业啊 可能是酒店啊 也有可能是在什么一些大型的餐饮 应该来讲是还行的一个职业啊 不然他他从是专门从龙岗跑到罗湖来上班啊 应该是还行的一个职业啊 比如餐饮店的店长啊 这之类的啊 所以他定期有检测 定期检测筛检出来 所以现在他是乱套的 其实他并不清楚他具体哪里来的啊 没有源头的情况下 所以就比较危险 现在就是比较危险啊 肯定已经在社区是有一定程度的转播了 不我说了当时台湾人家的数据是比较科学的 一发现一个零哦 然后全国起码塞出几千例 那是合理的 那中国的哦 塞出一例两例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哈哈 所以就是 我们囤粮也可以视情况囤啊 尤其是广东的啊 尤其是你越接近这个风暴口的人 你要囤粮囤多点啊 如果你是旁边的东莞的 广州的啊 佛山的 会周的 那你就也囤点 都囤点 管他3721 因为你现在大家觉得还没事的时候 你囤粮的成本比较低 你等了吧 个个都不多 感觉有事了 你再囤呢 你的成本就高了 对吧 或者说就就就就拥挤一点啊 对吧 所以你你可以先分门别类嘛 我们囤粮我们也是动态的嘛 对吧 你看一下现在大概呢 这个你先囤点米 囤点油 这些就可以给你比较灵活的嘛 对吧 你囤个一个月的米 油 面 这些是比较灵活的 放一下也没差 对吧 然后如果这个势头不对啊 后面这几天 好像说说说话上来 然后某些区域实现实现租不出户啊 消息出来了 按理来讲深圳这种地方翻墙的人土啊 应该来讲会出来很多信息 嗯 现在可能也是在观望啊 就是到时候如如果这样势头不对 多多囤点啊 到时候你你囤一部分再囤一部分你就轻松点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就有备而无患啊 这个 然后再看看总体全国全国的情况啊 西安你可以看嘛 比如为什么要囤娘 西安你看到在1月6号为止 仍然有不少市民发微博说买不到东西 就到这两天为止 6号7号为止 仍然不断的有这微博截图出来 可见这个解决啊 因为这两天应该来讲他已经在解决了 起码那个孕妇那个他都给他爆出来了 对吧 给他爆出来 证明还是就是 他他他可能已经有一点就是高峰期过去的感觉 他就封控的没那么厉害 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缺量啊 所以就这个这个还是挺 他一下子他很很难跟得上很多东西租不出户 那一千三百万元的城市 就是一搞起来 配送是很难的很难的啊 所以你看到啊有有什么坐标啊 西安高新区88号上品国际 你一旦进入这种状态 因为你有可能啊 你现在深圳你你塞出来第一个是无源头的一个东西 你有可能会这样发展 你到处发展可能没那么严重 那大不了就很简单慢慢吃完呗 就是说你这也都亏不到哪里去是吧 从来没有发过粮油啊 这个没没饭吃了啊 微薄治国 分配暗闹啊 一哭二喊 不行上吊啊 舆论发酵 道歉就到 民如草芥啊 命如纸薄啊 乌乎挨哉啊 官更重要 哈就是你看到还是很多人还在说就是找不到东西吃 然后再看起来其他地方啊 荷兰你看荷兰啊 这个讲过讲师发发公告啊 郑州是组建妇科产科应急后备救救治队伍 这些些说出来的这些实际上不好说啊 能不能得到救治是不好说的 就是做个表态啊 回应回应市场啊 不要吃吃三西的亏啊 你看三西很多人被炒掉了 对吧 所以不要吃亏啊 这当官的他也不吃亏嘛 郑州你看景区暂停开放啊 禁止堂食啊 他要进一步的捉紧 你看他他在筛检 筛检然后发现不对头啊 禁止堂食啊 再发现不对头啊 足不出户 他是一步步来的 然后荷兰的病 我看可能最严重的地方不是郑州啊 所以现在看到郑州的管控好像是严重的 哎呦那个地方叫叫啥 那个实施的足不出户的那个区域啊 然后浙江精华啊 也是全是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啊 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其实好久好久没有实现比较有效的清零了 就是他的疫情传播已经都比较普遍啊 可以这么讲啊 他其实他就前几个月他搞了一个叫动态清零嘛 之前叫清零 他搞了个名字叫做动态清零 其实他也是按悄悄他毕竟做不到 做不到的时候呢 他就按悄悄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嘛 毕竟他实在做不到的时候 他他也给个自己台阶下 他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做到清零很久了啊 中国这个所谓集中地上办大事 而且现在中国我觉得他的账目非常糊涂啊 纯粹的糊涂账非常糊涂 你看到现在为止 中国居然没有爆出奥米克戎的本地传播 这是极为不科学的 极为不科学 因为全世界我看到日本像日本这种岛国 他已经都46%的本地传播是奥米克戎 因为他奥米克戎的传播力比Delta强嘛 所以他他很快会占领主流 像日本这种岛国他都已经走到46%了 然后全世界都很普遍了 所以现在中国还在说Delta 那就证明其实他是个糊涂账 不可能 现在能输入中国的不可能还是输入Delta 但是他可能是区分不了哪个是Delta 和尚米克戎他也是糊涂账 乱屌的下面也是乱屌的 他分不清楚 我怀疑 你要看地方 我估计能比较有效的检测出来 可能上海可以 可能深圳可以 我估计有些像西安这种地方 他可能是检测不出来的 他也没了能力的 什么Delta 他最多能辨设出来一个阳线 他了不起了 那么你问他什么 是具体他基因组织是奥米克戎还是Delta 他搞不清楚 他可能也搞不清楚 他糊涂账 所以很不科学 完全不科学 到现在哪里来的Delta 还能输入中国 能输入就是奥米克戎 不可能 全世界已经在流行奥米克戎的时候 怎么还有Delta 你哪里来的Delta 不是神经病吗 所以他其实他是很荒谬的很多数字 他可能你看到这个是今天是 福布斯 杂志发长文 就对中国的死亡数字进行的分析对比 认为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非常不靠谱 这都乱套的 他的数字都是乱套的 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分析他的数字 其实他的数字是官员来的 从当年大饥荒到现在 他都是这么乱来的 这个官员一同乱搞 然后就给出一个数字 然后组织组织组织上去 现在被外面发现了 搞搞久了 他发现我也不对 你这个数字好像他妈你不现实 因为你从你爆出来的数据 死亡率不可能差那么远 死亡率是区域差不多的 不可能是 你是不是这个病毒 你试这个病毒 你不可能死亡率差那么远 是不是 所以就是 他是一通乱搞 现在一个什么关键是什么的 关键是有个冬奥会 关键是有个冬奥会 不然其实中国它是可以转弯的 我说了 恰恰今年一季度 所以我还是这个判断 今年的一季度 中国的疫情它是最高峰 那他不是说他有什么传染 是他的管控到达最高峰 今年一季度恰好 就是奥米克勇的传播 但是中国还放不开 他哪怕可以放开 他刚好卡在冬奥会这里 他就放不开 所以今年的一季度到两会为止 他是最难熬的这么一段时间 对中国经济伤害最大的一段时间 如果过了一季度会怎么样 我们看今天这个死人带货中 他就是个老板 中老板说客气点 中老板 他就出来讲话了 你看他怎么说的 周南山说 称理论上中国已达成群体免疫 这个中国新闻网头版头条 这又提的群体免疫 他在做舆论的预论 其实他说中国 首先他提了一个说法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 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死亡率只有万分之零点四 这么低你就放开 死万分之零点四 你还反个鬼 感冒也有死亡率的 那你是不是为了感冒 要这样搞呢 对吧 是不是要清零感冒呢 哪怕是最普通的感冒 也会有重症 你要是追究下去 像90多岁的老人家 你要追究下去90多岁的老人家 那感冒他确实会重症的 对吧 看你身体条件 对吧 90多岁的老人家一摔倒 他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中南山来介绍 截至1月6号 中国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提了一下疫苗 你看 我们接种率达到86% 加强针达到23.5% 理论上来讲 他说理论上来讲 中国群体免疫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已经达到了 他说这个是干嘛呢 他有很多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 首先因为国际在质疑 他的死亡率比较低 他就给自己一个台阶 他说 直接他就定了这个线 我们死亡率就是这么低 我们就是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他就首先就定这个线 你们不要讨论了 不要质疑了 因为这玩意质疑上去 他都兜不住了 他直接就定这个线 我就死亡率最低 你甭管 这个就真的 如果你说我的账目 这都是假的 那就变成了 就对中国这个抗议 它就是一个根本的否定 所以他这个这玩意 他就死住不怕开水烫 他就是说这个是真的 然后他也是按悄悄的什么呢 给自己一个台阶 我估计 什么台阶 给自己将来可能清不了零 做一个台阶 因为他事实上 一方面可能对经济伤害太大 另外一方面 所以明年一季度之后 他有可能内部 他是不再追求清零了 这有可能的 但是他边境管控的可能是长期维持 就现在这种边境管控模式 然后里面他就说我们 因为他可能就看 其实这个纯粹没什么 纯粹就是专家出来说两句就行了 到时候钟南山或者说 找几个孙春男 其实习近平不用自己说 孙春男出来说两句就说 我们现在不追求完全清零了 我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我们非常先进 而且我们死亡率很低 我们能够实现与病毒共存 或者说他再找个刁钻一点的词语 这个完全可以 到时候他就给自己一个台阶 因为始终他也做不到 最后始终的清不了零 今天那里有明天那里有的 反正最后就一直都这样 而且我告诉你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可以为他的疫苗的销售和检测 说不定还能够更加畅销 所以我说了 小粉红五毛是个屁 像之前那些卢克文这些傻逼 最后不是被中央收拾的吗 你以为你算个屁 中央还要听理 所以就是有他 他以为自己是个东西 以为自己姓赵 那个卢克文是傻逼玩意儿 所以就是 中国共产党清零也是为了领导赚钱 哪天他不清零了 也是为了赚钱 你信不信 他可以赚更多钱 你想想稍微有点病例 口罩是不是更畅销了 你看他现在加长针才打了23.5% 比英国美国要低的多 英国好像50多了 对吧 他可以让民众打更多的疫苗 因为有点疫情 你们赶紧打加长针 不然没有疫情 每个国家都这样打 这是人性的供典 中国也是这样 日本也是这样 之前没有疫情 个个都不愿意打第三针 那就到时候就催你打第三针 然后有点疫情 是不是天天要检测 检测也生意发财 是不是 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没有小粉红什么事 说法 随便他说 哪天的钟老板 你看 说我们不食心灵 我们与病毒共存 你能什么招 你小粉红能怎么招 我现在我党就说共存 他不要脸 共产党要脸干嘛 是不是 一支五一两 他说我们是中国全球最民主 我们全过程民主 到时候我们全过程清廷 动态清廷 或我们灵活清廷 搞很多概念 或者说我们 反正他他会找到词 他找几个专家发明个词出来 到时候就经常也有点病例 大家戴好口罩的 快点打第三针 打第四针 打第五针 对吧 看钟老板又赚钱了 对吧 所以就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判断 就是 嗯 也可以就跟人家说 到时候也就不报就行了 所以死是 呃 他死是这个屁民死 到时候屁民死不死 都跟他没关系 啊 所以毕竟也是守住 因为这个奥米克戎 后面只会出现比奥米克戎 更强的病毒 就更传染性更强的病毒 所以就这个没有意义 可能他刚好就流感化了 他就这么无所谓 他就放开 中国人耐操 无所谓 是吧 就因为 中国人天天吃地沟油 吃吃吃吃吃 有毒食品 那么这么多年 就我身体备了棒 是吧 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之前什么什么法国啊 什么日本很多人说 哎 就是出到脏兮兮的地方 肚子就不舒服 哎 中国人可以 因为中国人他妈一直脏兮兮的 他 他某方面抵抗力确实比较强 哈哈 这不是 什么啊 反正这是事实 这真事实 所以就这个情况啊 我应该说的比较明白了 就边境 哎呀 这个主要最后能不能完全放开 还是看整个国际 我说的西方 完全放开了 中国就 也跟着你说一年之后 两年之后 慢慢跟着放开 他有的是办法 啊 所以就是 嗯 然后他现在可能局部啊 呃 就就不清理了 就是放点病毒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你看他美国一天一百多万 到时候有几个人可以理解吗 啊 快点打第三针 这个这个我觉得就这么个路子啊 呃 他这个都都是动态的 就没有说 大家都走一步看一步 共产党也走一步看一步 他也不是神仙 是吧 呃 那先先聊到这吧 啊 这个该囤娘的赶紧囤娘啊 还有这一句啊 呃 你在墙内除了囤娘以外 你能做的就是囤娘啊 在墙内没有什么其他的啊 那那先先聊到这吧 啊 觉得有点意思点赞点分享 拜拜 拜拜 拜拜